Odio Jungle Odio Jungle 一直以来,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就极为微妙,双方可以说较为冷淡,尤其是南千岛群岛,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主权争议,更是双方关系的一度强。 对于南千岛群岛,日本从未放弃过对主权的争夺,想尽办法将该群岛收回,但要从俄罗斯手中夺岛可不容易。 日前有消息称,俄罗斯又在南千岛群岛,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,这让日本实现夺岛的梦想变得更加遥远。 4月18日,中评社报道称,俄罗斯东部军区从荡天起,在南千岛群岛举行大规模演习。 据悉,此次演练的主要目的,就是如何击退敌人的打击和海岸防御任务。 为了此次演练,俄罗斯也是煞费苦心,一共出动了2500多名军人,和包括T-72B主战坦克、米零下80升机等在内的800多舰军事装备。 在演练中,对模拟地方的海上舰队,进行实弹射击是重点。 整体来看,俄罗斯此次演练非常认真,不仅规模很大,并且具有针对性,目的很是明确。 对于南千岛群岛,俄罗斯进行军事活动,可以说是轻车熟路,但像这次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练还是很少见的。 再加上,近期以来,俄罗斯对日本进行的军事行动十分频繁,这让日本很是担忧,而且按照近期国际局势,很明显,俄罗斯是在对日本给出严厉警告。 对于俄罗斯来说,这个四月一点也不平静,期间连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挑战。 而挑战的战场,主要就是中东的叙利亚。叙利亚作为俄罗斯在中东的盟友,被美国及其盟友发动了所谓的化物袭击,在14日更是发起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。 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之下,俄罗斯频频在日本海进行巡航,正是在对日本发出警告,因为日本向来阴险,俄罗斯也是怕其战乱搞偷袭。 毕竟日本对北方四岛日本称垂涎已久,这不是启人忧天,日本做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。 还有一点,是因为日本方面在本月16日公开宣称,支持美英法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,这无非是表明战队,也是对俄罗斯进行了公然挑衅。 如此,俄罗斯必然是要对日本进行一定的敲打措施,只有稳住东部,才能更好地抽出手来应对西方国家在叙利亚的挑战,也避免后院失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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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